如果男人心中有一个女人 而且呢 想对她负责 想娶她 就是 这心就没那么花了 男的下节目变化也很大 对啊 你像以前 最开始的时候 以前在家里面的时候 在一块 吃饭呀 一系列的 他从来不会就是说 帮忙啊 但是现在做做饭 刷碗 而且吧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他现在上班了 嗯 平常和朋友 一块得出来 一块吃个饭呀 玩会儿 怎么怎么样的 对吧 以前就是 你今天 必须来找我 就必须要找我了 我不管你有多大事 你什么朋友应酬啊 什么 现在呢 就是比如说我有事了 我会跟他说 哎 我今天有事 和哪个哪个朋友 一块去出去吃饭去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 他会 很通情达理的 告诉我 行行 那我自己回家吧 知道懂事 而且知道 体贴人 而且吧 知道去关心的 嗯 这种的 遇见好多了 我看男的在那个 服装店上班啊 你不觉得辛苦 还行啊 还行啊 那个一个月两天多万钱够你花 啊 不高 哈哈 那怎么办啊 要他搞骂的呢 哈哈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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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 就是 怎么说呢 我是属于 勤俭之家 行 没事 怎么 都该他花了 好家伙 哪啊 我不骗你 我买衣服 从来没有超过 一二百块钱 就是二百块钱吧 基本上没有 我的想法 就是把钱啊 你要花在刀刃上 嗯 该有花的话 你不该花的 没有必要 他看一个灯 那一个灯 七百块钱 你论铁药的话 一百块钱一进 他的那个灯 他都不值七百 有钱难买喜欢啊 而且装修方 接货你不得 装好点吗 婚房啊 那婚房没必要吧 哇塞 我人家找人 那一个 当你要是去到 别的商场 我估计也就 我看啊 最多也就 我要我的话 也就给 超过去二百块钱 是吧 是吧 结婚啊 装修 你没有必要 做的太好 你就是 那什么时候好呢 你应该理解 而且本来 你那房子都租给别人租 我都成二手房子 还不让我撞好点 我心里多不平衡啊 对 为什么要把新房租出去呢 这个不是 这个 我都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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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成为了